在厦门斯明区热闹的商业街旁 掩藏着一座看似平常的闽南式宗祠 江夏唐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武装员黄培松 在1910年奉旨建造的宗祠 被誉为厦门最具艺术价值的老建筑 江夏唐坐南朝北 面阔无间 近身扒船 高12.5米 重沿歇山顶 台梁砖石木结构 顶部中央设枣井 成斗八形 以层层斗拱叠价而成 复礼而不失古运 黄培松就是我们清朝最后一位武装员 这个我们这个宗祠就是皇帝遇赐给黄培松 我们这个地方原来是中国四个海关 明海关的其中 就是那个明海关的地址就在这里 后来明海关搬了 我们皇室族人把这个地赎回来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建了这个江夏唐 中秋将至 两岸上百位皇室宗亲聚首厦门江夏唐 举办宗亲祭祖仪式 过去曾经是大陆 尤其是闽南乡亲过台湾 下南洋的出发地 如今厦门江夏唐又成为台湾地区和海外东南亚各国族人后裔 回大陆寻根坊祖首选的落脚点 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文化就是中秋一定要祭祖 在台湾一样 在大陆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当有意义 所以必须来参与 受疫情影响 今年祭祖人数有所减少 但仍有近20位来自台中 台北 高雄和金门等台湾各地的台胞代表前来参加 台胞黄玉勉就是其中之一 他告诉记者 慎中追远的传统习俗不能忘 带了我父亲的照片 刚刚就放在我们的主祭台的鲜花下面 我就是要告诉我的爸爸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厦门来参加所有的皇室中心 的祭祖活动 也顺便借这个机会跟我天上的爸爸说一声 终究节快乐 然后让他也感受到有这么多姓黄的朋友 中青们大家在一起在这边祭祖 我们没有忘本 据悉 古代皇姓旺族居住在江夏郡 扶植在京湖北省云梦贤 江夏堂由此成为流传最广的皇姓郡旺之一 落成于1918年的厦门江夏堂 历经百年沧桑 如今不仅仅是一座建筑 更是连接海内外皇室宗亲的纽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